我覺得在這電影裡面 不管是小偷也好 舞者也好 夫妻或者是情侶 或者是畫家 作家 音樂家 企業家 或者是聲樂家 每一個角色都刻畫入圍 可是我看到的是 在巴黎《我愛你》那個片子 跟這個片子有很多地方 是有一些不謀而合的地方 紐約它吸來勞往的這些人群 我覺得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個步調是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呢 他們有一些在為了要追逐 名利 地位 財富 他們想要一夕成名或者一夜致富 所以他們都在追求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你真穩多 可是後來呢 他們發現他們有很多的欲求是不滿的 他們的渴望 他們的孤獨 他們的寂寞 那我覺得他們其實在那樣吸來勞往的這些人群 他們都在追求愛 不管老夫老妻也好 或者是婚姻治療 那我覺得他們從一些巧思創意裡面可以呈現出 其實每一個人人心都有一些渴求 那這種愛沒有被填滿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一直在尋覓 那最後那個老夫老妻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ending 那在那樣的一個步調這麼快的追逐當中 最後呢就是一種互相扶持的那種少年夫妻老外伴的一種共融寬容 到最後的一種緣容 我覺得這部電影真的是非常的棒 謝謝 謝謝 很好 各位想想 那就是說電影上的層次